扶摇后半段的剧情,是一级比一级月,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天煞猎王又重新上线,就下扶摇策马而去,霸气十足,这也是高伟光纪东华帝君之后的又一波圈板,其实除了高伟光,饰演宗悦的烂艺之中,也有不少爆发戏,能看出演技进步很多, 而扶摇的热播,又一次让网友赞叹,杨幂公司挑选艺人的眼光真是毒辣,无论男女都是颜值在线的长腿精,也就罢了,没想到一个个的成长还那么快,尤其是低利热霸,红得都快不输杨幂了,真是不辜负老板那么碰啊,可能很多人会在想,嘉行传媒挑选新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, 不过说起来嘉行旗下的艺人,挑选过程也蛮有序,杨幂曾经在访谈节目里,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,而第一次举起回答是威时代真烈播出时, 当时,杨幂当院制片人,曾聊过剧中八个新人是如何找到的,坦言找新人很不容易,威时代里面的八位,也是大海烙针,有的是做歌手的,有的是在宿舍楼下换鞋遇到的, 各种去影视学院姿势老师,或者跟朋友打听之类,聚齐了八个人之后,又对他们展开培训,形体,表演,排词类的,培训过程自己也要参与, 当时听到宿舍楼下换鞋这个梗,主持人华尚也表示意外,其实杨幂口中那个在宿舍楼下,换鞋遇到的就是张云龙,没想到吧,换鞋都能遇到伯乐,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,其实除了张云龙这个话,鞋相遇梗之外,张彬彬也曾自曝过自己是上完表演课,课间休息时,蹲在操场被发现的, 当时也是一联盟,而据说热包是在王的盛宴,于基上海站海选办选时为杨幂看上的,高伟光则是公司工作人员,看得找聘一眼相众的, 后来通过威尸在这部戏,也对几个人做出了观察,杨幂复赞到他们几个都很努力,每次自己去片场都看到全在卖力的背台词看剧本, 聊到他们时也是一脸骄傲,而对于努力这个词杨幂十分看重,毕竟杨幂自身也是一个十分拼的人,自然知道艺人身上努力的特质很重要, 后来也是他本人带着几位新人在各种IP剧里磨练,现在迪丽热巴,张冰冰,张云龙,已经差不多可以读单一面了,开始担任各种影视剧的主演, 尤其是迪丽热巴也是够拼,四五年工作全年无休,一直在拍戏,怎么能不火呢? 而培养的众多新人表现俱佳,也让杨幂老板的身份在行业内被肯定,毕竟也有不少宁星工作室带新人男伙的现象, 只是每次被问选择新人的标准,回应也是很耿直,一看颜值,二看品质,看颜比较喜欢陆地上进的人, 而由于杨幂每次拍戏,都带几个新人出场,所以也有很多网友说,几下新人那么坏帽头,多亏了师姐杨幂在戏里带, 对此杨幂在受访时说,自己也没做什么,并顺便调侃了一下公司的艺人,说到下白天绝多,大家很努力很听话,都请,好的, 而这么久以来,大家也看到杨幂团队里的艺人之间,关系确实也是很好,经常一起拍戏,共同成长, 张云龙也在受访时谈到,公司艺人都是一家人的状态,比较团结,当然从中也能看出,艺人表现突出,能不能活,除了离不开公司培养外,自身的努力也更加重要。